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 过去24小时 美军在野门胡塞武装控制区 摧毁了一套导弹系统和一架无人机 去年10月新一轮巴尔冲突爆发后 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 袭击鸿海和亚丁湾水域目标 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今年1月12号以来 美国和英国多次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 造成人员伤亡 一些国家谴责美英两国的行动 认为这是对野门主权的侵犯 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